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攤子前 人潮涌现 老板摇供丸 装汤的手 几乎一刻不得闲 排队要吃供丸汤的客人 更是多到老板的供丸 快来不及煮 内容客人坐满满 有些客人则是坐在 摊子旁的小板凳 甚至站在街边 就直接吃了起来 几乎要被淹没在人群里 带着小斗笠 灰汗咬着供丸汤的 就是老板杨忠化 过去是社会记者 当过电视台新闻主播 以前拿笔撰写新闻的手 现在捏起了供丸 当其小吃摊商 其实转行 作为一个摊商 我们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那其实我们也就是生活在 老百姓群众里面 在新闻圈跌了一跤 杨忠化索性转行 就像把他手里头的肉浆 一坨坨揉捏 虎口一掐 紧热水一烫 变身成了圆滚滚 又有弹性的大供丸 手掌不够大 这大供丸还捏不来 杨忠化说 制作供丸的手艺 传承自他的舅舅王无清 舅舅以前是新竹供丸 城隍庙的老师傅 他在过世之前 有传给我一本秘籍 秘籍上面有很多配方 比如说什么什么糖几两 然后什么盐巴几两这样 结果那最重要几两几两 那个被虫咬掉 就跟那个电影中破灾 有点类似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那完蛋了 因为我只知道配料配方 但是我已经几两几两不见了 所以后来就从头开始摸索 成分还在 但比例全没了 杨忠化用上记者寻人能力 找回舅舅当时新竹的老客人 不断试吃 把贡丸的食谱像拼图般 拼凑出原貌 而后头这个大快木桶 更是大贡丸好吃的秘密武器 为了要找回舅舅的贡丸味道 那时候打掉三千斤的猪肉 是啊 浪费掉 因为那时候打不成 丸子不成丸子 要变成狮子头嘛 为了要把舅舅这个古早味贡丸 把它传成下来 所以说还是沿用快木桶打僵 那快木桶打僵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因为快木桶它 你每打一次僵 它就可以把那个肉僵的味道 香味把它锁住 跑新闻要独家 杨忠化的大贡丸 也要做出市场区隔差异化 用右眼看就知道 它捏的贡丸 尺寸硬是比一般贡丸 要大上了几倍 贡丸用的是黑猪后腿肉 肥瘦比16比4 让它的贡丸不仅有弹性 还会爆僵 其实我的丸子的 我是把贡丸的差异化做到最大 就是特大力有汤汁不加粉 特大力我的贡丸 每颗直径7公分到8公分 然后就像是你一讲 丢下去还会打乒乓球 还有弹性这样 然后另外我不加粉 那吃得到那个原汁原味 那吃得到黑猪肉的香味 那我们所谓的爆僵是咬下去的时候 它那个肉汁 等一下你可以拍一些特写 那个肉汁就这样流出来 哇不要说吃 那光看那个贡丸那个肉汁 哇就很delicious 非常juicy 很好吃 我都在国外 是现在没吃饭的 现在没吃饭 贡丸 味道没吃饭 我们这里没拿到国外 都在国外 猪的味道好香喔 不是有那个北猪的味道 应该是欧阳的喔 欧阳 而且很juicy 很Q彈 真香 刚刚经过看到蛮大的喔 就是你现在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轮子 所以就过来想试一下 很巨大 对 非常有趣的 来自纽西兰的观光客路过 站马路旁直接尝一尝 台湾在地古早味贡丸 由前新闻主播巧手制作 马上就变得国际化 CNN有那个派的秘密客 然后来吃附近的小吃 然后正好吃到我的那个贡丸汤 然后他就觉得不错 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大贡丸 就上CNN的那个旅游报道 然后成为来台湾必吃美食 然后他有40家店铺 那我是其中一家被选上 贡丸汤调味虽然简单 只有油冲酥与清汤 但更能凸显贡丸原本的味道 不抢主角的风采 买的客人都很多 曾经一个下午就卖出 2500万贡丸汤 别看杨中华的大贡丸汤 屡创记录 周末单日卖上千碗是不成问题 其实他当初卸下主播光环 离开新闻媒体 跑到黄昏市场摆摊 人情的冷暖 他体会最深 刚开始第一年在菜市场 卖贡丸非常辛苦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也没有人尝过你贡丸的味道 经过中国时报 有一个记者叫朱眉芳 然后帮我做了一篇报道 然后就很多的客户知道 我在黄昏市场卖贡 然后后来才那时候开始一泡融 然后才越来越多的妈妈们 婆婆妈们吃了口味相传 但那个力量蛮大 他从黄昏市场 一路迈进了临下夜市 现在更进驻吴强博物馆 大道成迪化街 我就订做了一台这个古早味的餐车 然后特别用那个去找那乡下那个牛车 人家说牛车的轮子啊 去找了一对 然后把它改装成餐车 那花了好几万 然后另外整个的装潢店铺 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像是以前古早味阿伯一样 杨中华告别新闻主播台 芝芽的跌宕起伏 犹如做贡丸 千百次的搅打揉捏 换来了圆融与弹性 双手油腻 满头大汉在手难免 但能让客人吃的美味安心 也格外有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